投资6712亿 中国建立一座比三个纽约还大的城市 如今怎么样了 视频开始之前 大家帮忙点击右下角的关注 谢谢您的支持 2017年 雄安新区开始建设 这是中国进入近现代系统性规划建设的第一座超大型城市 中国的其他城市都是在云有古城基础上逐步扩建改造而来的 只有雄安新区不一样 雄安新区的名字来源于两个地名 一个是古代的雄州 也就是雄县的旧称 另一个是安新县 雄有威慑刚强之意 而安也体现了中国爱好和平 追求长治久安的愿景 从一张设计规划图纸到现在高楼林立 中国已经在雄安新区上投资了6712亿元 有意思的是 与其他城市扩建改造不一样 雄安新区引来了很多别有用心的水军攻击 特别是在疫情期间 雄安新区刚建成没多久 好多配套设施没有完善 因此街道上也没有多少人 于是雄安新区无用论 国家浪费纳税人的钱等等谬论 就在网上传开了 中国为什么要修建雄安新区 第一点就是缓解北京天津的人口压力 特别是首都北京 人口已经超过了2000多万 一平方公里接近2000人 这个人口密度在全球都属于靠前的 如果北京是一座星辰那还好办 拆低的盖高的 把一幢胡同全拆了盖高楼 问题是这里是元明清三朝古都 有悠久的文化历史 很多古建筑动不得 许多地方想扩建一个下水道都难 另外 北京市的地皮价格太贵 棚改的费用又高得吓人 一个小胡同价值都上亿 人口膨胀太快 城市改造又很困难 于是就只能另起炉灶了 雄安新区的这个地方地理位置很好 到北京 天津 石家庄 宝定等城市 都只要半小时 此外雄安新区距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仅约55公里 也就是说它海陆空优势都占了 雄安新区范围内人口密度低 建筑少 开发度低 可开发建设的土地较充裕 且可塑性强 说直白一些 就是拆迁费比较少 给当地居民安置一套房 再给些钱 他们很乐意接受 比北京 天津周边城市改造阻力小多了 雄安新区建成以后 地方老百姓身价也跟着起飞 毕竟按照国家的计划 雄安新区将集权中国最好的企业 教育 医疗等资源 形成超一线城市的竞争力 以后与北京 天津 深圳 广州 属于同等地位 上手分一两套房 身价翻十几倍 第二点是为了缓解产能过剩的压力 2017年 我国的钢铁产量和水泥产量 比全世界其他国家加起来都多 政府部门的基建产能也过剩了 需要找一个能够去产能的项目 没有什么比直接建造一个城市更好了 自雄安新区建设以来 吸引了大量企业参与建设 包括多家央企总部 及企子公司 还有地方国企 以及各类科技创新型企业等 巅峰的时候 这里有数十万工人参与整个城市的建设 顺带着也能解决失业的问题 雄安新区建成以后 为什么街道上的人很少 难道真的像网上反对者说的那样 雄安新区完全是在浪费钱 根本没有人想去 这里要说明一下 雄安新区还没有完全建成 毕竟它的规模太大了 比三个纽约都大 起码要十年的时间 这里人流才会上来 而且当下网上很多视频和图片 都是2023年之前拍的 那时候疫情管控很严 而且雄安又不是旅游型城市 来的人当然少 另外国家对于雄安新区的房子售卖 有严格的限制 目的就是以致房价上涨 因为售卖有限制 也挡了一部分人流 目前雄安新区是一方难求 并不是很多自媒体所说的 百姓不感兴趣 尽管现在中国楼市很不景气 房子也卖不动 但是房子和房子是有差距的 就好比清华大学和地方大专 在官方文件中能被统称为高校一样 北京太和店也能称为房子 你能说它没有升值潜力吗 可以预见 或者正在发生 中国一线城市房价会继续上涨 二线城市维持不动 三四线城市大幅度下跌 五线小线城房子卖不掉 这就是中国楼市未来50年的情况 而雄安新区建成后 只比北京低一档 它的前途是无可限量的 为什么会有不怀好意之人唱衰雄安新区呢 这就不得不说说他们背后的主子了 欧美日这些见不得中国好的国家 看到我们短短几年时间 就能建造这样一座大城市 心里能不担心害怕吗 这说明当下中国政府有极强的组织能力 中国的工业实力强得可怕 美国纽约建成需要100多年 我们不到10年 就把雄安大新区的框架建好了 剩下就是不断完善 以雄安新区的规模 放到欧洲不论在哪个国家都可以当首都了 产生恐惧后就要自欺欺人了 如果世界真的爆发核战争 在战后中国将会最先复苏 一座城市说件就件 这在他们看来是恐怖的 不可想象的 关注小仔 下期给大家带来更精彩的内容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